每一次地震 大家重新拿出來講一次 地震拿出來講一次 但地震過後兩個禮拜 就沒有人講了 對 所以其實應該要快一點做 對 因為其實根據內政部的統計 我們大概全臺有八百九十六萬戶 左右的這樣的一個戶數 那大概有五十點一趴 已經是一個所謂高齡的住宅 這樣子的一個範圍 就等於三十年以上 那我們可以看到這圖裡面 可以看到這個老屋的一個比重 跟他的一個數量 那數量最多的話 因為新北市本來多少年紀 叫老屋啊 三十年以上 三十年以上就老了對不對 對 那因為以前的建築技術 其實它對於地震 對於一些我們所謂的 一個環境上面的變遷 它的規範沒有那麼的嚴格 所以這幾年來說的話 因為整個九二一之後 你剛剛提到九二一之後 建築的規範有一些改變 所以確實建築強度比較提升 但是在這之前的房子 說實在話有一點危險 那這些房子也就是為什麼 我們現階段政府 他在積極的推動都更的一個原因 那我們可以看到 在這個六都的一個部分上面來說的話 如果說是以比例來說 就像剛剛志玉提到的 確實最多的是臺北市 那是在數量的部分 因為新北市的基期是比較 面積是比較 應該是數量比較多的 所以其實它的一個平均的 一個數量上面來說的話 是比較大的一些的 所以你可以從這樣子的一個部分 上面來看 就是說對於一些購物人而言 當然大家都想要去住新房子 那微老的速度有應該說都更的速度又太慢 所以現階段政府剛剛提到就是說 他可能希望加速這個速度 所以有一些微老的一個規範 那當然我們如果說看完這些部分上面來看的話 你可能會覺得說到底都更有多慢 都更現在這樣看起來 你包括所有的一些所謂的核定的件數 還沒有拆的 也包括在裡面 大概三千五百二十二件左右 那我把它換算成我們所謂的一個住宅戶數 住宅戶數大概是差不多一年來六千到一萬戶左右 你聽到六千到一萬戶很多 可是如果要更新 就是有學者算過 他說大概要四百年 那四百年的概念 以我們現在的速度要四百年 對 所以如果以這個速度的話 大概是從明朝天啟年間 就要開始做都更才有辦法都更的完 那所以你就從這樣的一個角度上面來看的話 確實是緩不忌急的一個狀態 好 那在這個部分上面來看的話 你也可以看到 就是後來我們就是推了都更 那推了也推了微老 因為微老的話 他條件是說他不限基地的一個面積大小 那旁邊要是有個機車丁子戶 他就可以來去做一個直接的一個重建 那當然政府自己有一些動作 就是說政府針對他自己 本來就有的一些公有的 比如說停車場 學校 或者是說有些住宅 他就自己去跟坐邊一起參與 或自己辦 辦公辦都更 那因為地主都是 政府現在有在示範性的 這個起帶頭作用 他自己的地就先都更這樣 對 因為你們竟然不會演 不會演 我先演 這個長官先演給你們看 所以你就可以看到像有一些區域 比如說像臺北市 臺北市這個四文里三旗這個地方 有一個整宅的一個規劃 那另外來說的話 像桃園這邊的話 他在這個東門停車場這裡 也去做了一個都更 都更跟偽老重建 其實不太一樣 對 因為很多的朋友一直在問我說 他們家鄰居有個很機車的 他想說乾脆就不要都更了 那我如果偽老好不好 坦白說偽老是真的沒有辦法都更 你才會去做的 我們先來看一下 他的一個比較的部分 我們這邊有三個東西 一個東西叫做偽老 一個東西叫做都更 另外一個叫核建 核建簡單說 就是你們家談一談 OK了 你就可以就是找個建商 就是直接蓋 所以即便我的房子 沒有老到三十年 也可以核建 是 只要講好就行 只要講好就可以了 那但是如果說偽老的話 他有一些條件 比如說他你的這個結構安全 要有一個結構安全的 基本的評估 他沒有到一個標準 那另外來說的話 你的屋齡就是像剛剛 治愈問的三十年的這個部分 但他最大好處是他沒有面積的限制 然後另外的話 他的一個容積的獎勵 其實也還不錯 就等於到一點三倍 一點三倍是什麼概念呢 公社算政府的 因為我們一般現在公社的部分 不大都三成 所以等於算政府 但他有一個問題是說 他之後的這個容積的一個獎勵 會逐年的一個落日 因為他希望在一百一十六年 五月三號三十一號之前 這個部分他就落日 那你會說 那這不是很好嗎 為什麼要就是要有落日 這個狀態 他希望你趕快去申請 對 因為以這個微老來說的話 他是一個便宜形式 最理想的狀況還是都更 為什麼 因為都更是一整片 可是微老的話 可能就是一兩個 一兩個這樣子機靈的 再去做操作 那像之前我就陪我一個朋友 去看房子 然後那個房子 他大概就是一個 差不多五十坪左右的透天處 去微老出來的東西 他規劃出一個雙拼 然後一邊是十坪 一邊是七坪 好小 超小的 所以變成是你買的時候 你得要就是兩戶一起 可能才比較有辦法住 所以其實他在居住上面來說的話 確實是比較辛苦 那在這個部分上面 我覺得可能要注意 那另外來說的話 就是微老 因為政府不負責拆 所以你要百分百同意 那都更的一個部分的話 是以多數決 但是其實真的要去做一些 所謂的排除的話 是有一些難度的 那另外來說 微老很受大家喜歡 因為速度很快 所以他開了一個加快的一個通道 那這個我們大家也可以看得出來 是一個所謂微老跟都更上面的一個差別 對 那我先問一下長行哥 長行哥這個住在臺北市大同區 聽說你們家附近 也有很多微老對不對 對 微老重建 那微老重建 你看到什麼亂象 與其說是亂象 就等於是好像不同調 其實我家大概房子 比我年紀還大 那我也是住公寓 那可能好像七八年前有來談過 那最近呢 微老出來又來談 為什麼 因為我家旁邊有那種 所謂的違章建築 是一樓的 那個他有蓋起來之後 如果你要都更 你要跟他談 其實臺北市不太跟你談這個 那現在就有一個說法就是說 假設我地域比較小的話 可能搞不好一百坪 一百五十坪就可以蓋了 所以大同區也傳出什麼 可能有三十坪的這個建案 就開始蓋了這個 用微老的方式 所以我覺得其實也不是不好 但是是加速這樣子 都市更新的速度 所以我覺得如果要等到整片兩三百坪 可能不是那麼容易 因為大同區的人說實在的 好像也都住得習慣習慣的 所以說其實我覺得說 我們當然是希望住新房子 可是我覺得這樣政府的一個利益 真的是良好的 所以我覺得其實這樣的一個制度 應該可以趕快來推 而且其實像昌星跟你做 比如說大同區 或是你們附近那個萬華區 因為他都是臺灣 臺北市早期開發區塊 所以他的一個土地的容積都相當的高 像萬華的話 他有一些容積到八百 那概念什麼 一坪可以蓋八坪 那我們一般來說的話 大概就是二二五 樹山二二五 大概一坪蓋二點二五坪 所以對於他們 為什麼他們家就可以蓋八坪 因為早期 早期 然後看地幕 看地幕 商用的才行 商用的才行 所以如果說像他們早期 可能是一個商業區 那他的一個如果更新的話 可以蓋的就比較高 那這個部分上面來說的話 其實我覺得像昌星哥剛剛講的 講得很有道 我本來想說 你說跟年紀比你大蠻多 那我想二十八歲 那我們其實像剛剛哥有提到就是說 在這個昌星哥有提到 就是說在這微老的一個部分 確實基地 小基地 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因為你看 比如說他基地最小 就是落在你家大同區 這個只有三十坪 這很醜 三十坪怎麼蓋 對 三十坪就是蓋出 我剛剛跟你講的 就是一邊可能都是個位數的 我覺得好像只有日本 去看那個日本才會蓋 那種瘦瘦小小的長長條 是 所以這種問題的話 他就是說你未來可能 比如說管理維護上面來說的話 你會比較 花比較多